而另一方面很多人很喜欢看海豚表演 甚至还有什么跟海豚共游 看起来感觉很美好 其实专家讲说海豚跟你共游 不但会让他们的心灵受到创伤 连智商都会变低 海豚在水中翻滚的优雅姿态 几乎是每个游乐园都会推出的戏码 为了取悦游客 还有游乐园会让观众和海豚一起互动共用 但美国权威的动物学家马林诺 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发现 海豚其实很聪明 脑容量仅次于人类 它们有复杂的头脑 明显的自我意识和独特的个性 养在封闭的环境中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如果被迫和人类一起共拥 可能会心灵受创 损及智商的发展 其实海豚聪明 动物学家老早就已经知道 但海豚跟人类共拥会导致心灵受创 这样的研究还是头一遭 中华白海豚是高级的普鲁动物 它的脑子跟黑猩猩 至少跟黑猩猩一样的聪明 它脑量非常大 美国鲸豚鲍鱼协会也认同这样的研究结果 他们呼吁 其实不只看人类共用 就算从船只上观看海豚 也要很小心 因为海豚和人类一样 有痛苦的情绪看感觉 这项研究让人类重新思考 和高智商动物互动 恐怕得更有同理心才行 中天新闻黄碧珍报道 遇到很尝试 江神建物 关注注流